新中传媒 新西兰唯一涵盖广播 电视 报纸 杂志及新媒体的 中文全媒体传播集团 以专业态度缔造传媒行业影响力 以全媒体思维整合纸媒 电台 杂志 新媒体等传播平台 全力为新西兰中国与世界之间 架起一座沟通的桥梁 新西兰全媒体一站式推广 唯有新中传媒 各位观众朋友们你们好 欢迎收看本期的特约直播间 手上非常欢迎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三位美女嘉宾 我们常说三个女人一台戏 今天我们直播间有四位女生 这台戏肯定好看 首先要我们介绍是Wendy Wendy来自于新西兰旗袍总会 目前担任会长的职务 欢迎Wendy 很高兴又见到大家 还有Sabrina Sabrina是我们新西兰旗之运艺术团的团长 欢迎Sabrina 大家好 还有就是我左手边的Jane Jane应该是大家非常熟悉的 目前Jane担任的是新西兰旗袍总会副会长的职位 大家好 说起于在座三位美女嘉宾的认识呢 源于在今年四月举行的这个新西兰旗袍文化乐的活动 那我个人也是非常荣幸 代表着新中传媒能够全程参与这次活动的这个采访的活动 那么通过这个采访的活动呢 也是令我与三位美女的嘉宾有了近距离的接触 以及对于我们的旗袍之美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那首先我想跟Jane来聊一聊 Jane最近应该是非常繁忙 因为据我所知 这次整个新西兰的旗袍文化乐的活动你是全程参与的策划的活动 策划的工作 以及您个人也是参选了本年度的Mrs.NZ的活动 便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 我们的导播也是很贴心上传的Jane在这个参选活动中的一些照片 非常棒 那能跟大家聊一聊就是整个这个参选活动下来以后 个人的一些收获是什么呢 就是通过这个参选这个活动 我是觉得就说在这个主流的这个平台上呢 展现我们那个中华的那种文化的那种美 你看我穿这些旗袍 就是我当天作为那个开场 对啊 就是当天参选活动时候穿的旗袍 对 中国红 配上这旗袍 我觉得因为你知道每个人在台上都会紧张 但是当我穿上这个这件旗袍的时候 我觉得那个自信心和那种 和那种骄傲感就油然而生 所以呢 我就觉得就说呢 在这个平台上呢 就说展现的不仅是就说 那种自信 还有那种文化的底蕴 我觉得就是说呢 我作为一个家庭妇女 就说在家带孩子这么多年 二十年在家做家庭妇女 然后呢随着孩子长大 当然之前呢 我会参与学校的家长会的活动 作为家长会的会长 跟着孩子一起成长 现如今孩子已经长大了 我觉得我应该更focus我自己的生活 所以呢 我是鼓励就说跟我一样的妈妈们 可以在不同的平台上呢 就是让展现自己 让自己的生活呢 更精彩 更多元化 这点我非常认同啊 就像这一首说的 作为一个现代的女性 现代的妈妈 除了我们要做好妈妈的角色以后 其实也更多应该关注自己 令到自己能够成长 我相信就是随着妈妈的成长 你跟儿女之间的交流 会更加的畅顺 我觉得是的 因为那个 我那天选美那天 我女儿也到场去那个 就是去看我的演出 其实所以实在话 在旗袍会呢 我很多的时候呢 就是也参加 在那个Sprinna的带领下 我也参加一些舞蹈的表演 但是呢 我女儿可能是因为学习很忙 或者呢 就是对 并不是说特别的关注 但是呢 这次我的选美 我也看得出来 她真的是很支持我 而且呢 在当场帮我拍了很多的照片 我觉得 从心里说 就是我们的那种沟通 我觉得 就是互相的认可 而且跟孩子那种 共同进步 共同成长 我想 对于母子之间 母女之间的关系 应该是 怎么说呢 是又进了一步 确实是 确实是 作为女儿在台上 看到妈妈那么自信的来 展示自己 这个优美的仪态 我相信对于你们母女之间 日后的这种交流 也会是有帮助 那么第一次参选 就拿到那么好的成绩 下一个目标是什么呢 下一个目标 我是想 就是说 我会 就是这一年 我会履行我的那个 就是那个职责 作为那个 就是当 我当选的title是 Miss New Zealand Queen International 还有Miss New Zealand Charity Queen 我想呢 我应该是 履行我这一年的义务 我是想鼓励更多的 像我这样的妈妈 走出家庭 在各种平台上 展现自己的美 增加自信 增加家庭的团聚力 然后呢 让自己的生活更精彩 让自己的人生更丰富 这就是我想跟大家分享的 非常棒 非常棒 那紧接着 我也想跟我坐在旁边的 Sabrina来交流一下 Sabrina目前担任是我们 齐之韵艺术团的团长 那其实还在 这次整个 新西兰齐发文化乐的活动中 每一次大型的这个活动 在现场我都看到 Sabrina非常繁忙的身影 跑前跑后 做很多很细致的 现场的协调沟通的工作 我们导播也来一张 我们Sabrina在 这次旗袍月里面 我们第一场活动 叫天空塔的 这个画中原旗袍 快闪的活动里面 这是我的作品 给Sabrina留了这样一张照片 一看这个 几手头竹 大家肯定都知道 专业出身 那在您本人担任 这个齐之韵艺术团团长之前 其实有没有做一些 专业的一些演出呢 是的 原来我一直在北京 在那个艺术团体 一直做一些那个大型的演出的策划 是 然后呢 也一直呢 在舞蹈方面有一些那个进修 然后到这以后呢 就是发挥自己的这个特长吧算是 然后有这个旗袍会 给我提供这么一个特别好的平台 所以在去年的时候呢 那我就接受两位会上的邀请 在咱们这个旗袍会的下面呢 组织了这个旗之韵艺术团 那这样呢 就很多的大型的活动呢 就是由我来负责策划排练 在这个天空塔这个快闪的活动中呢 就是有很多的这种好的这种想法吧 都能预意实现 就对我来说呢 也是一种提升吧 非常的荣幸 很好 那其实作为旗之韵艺术团 日常都有哪些活动呢 我们现在每周都有一到两次的排练 主要呢 在因为我们都是旗袍 热爱旗袍的嘛 热爱旗袍 对旗袍 然后呢 我就会把大家组织起来 有一些走秀 培养一些大家这个 看起来很专业的这种 仪态方面的表演 然后呢 还有一些那个民族民间舞的一些排练 像我们这次在这个 这个受邀于这个 建的一个选美的一个大赛嘛 我们到这个Sky City 也去演了一个节目 叫雨中邂逅 这也是我那个编排的 从这个小成羽像的这种 感觉的古典高雅的这种美女 然后一下又变到这个 穿着红色旗袍 热情奔放的这种 跳着沙沙出来 就是这种两种文化的这种碰撞 就不太一样 所以挺震撼的 也是给大家带来这么一种效果 那目前来说 旗袍运术团有多少成员呢 现在我们整个有30多位 就是包括这个舞者 还有我们一些 走秀的模特 走秀的模特 对 然后呢 也是他们每次就是排练啊 可能没多 就是很少有时间过来 但是当我们有演出的时候呢 他们都会积极的来参与 因为起码我们有这个平台 让大家能够展现自己 热爱旗袍的这种爱心吧 也愿意展现 所以能给他们 我们其实任务团 随时欢迎所有的会员 就对各种各样唱歌啊 跳舞啊 或者走秀有爱好的 都可以随时找Seprina 来加入这个艺术团 对对对 好的好的 所以就是在这里 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 就是各位这个女士 小朋友们也可以 是吧 是的 主要是对于我们这个唱歌跳舞啊 文艺的表演 有兴趣 也希望能够加入到这个奇珍玉艺术团的这个大家庭里面 那么随时可以跟我们新西兰奇宝总会的Seprina 那崔我们崔团长联系 对谢谢谢谢 而且我们现在有很多就是小的模特也有这些培训的课程了 所以如果家长有兴趣参加的话也可以找我来报名 然后我们提供这个平台让大家有演出的机会 我知道你们 那我们必须是会员哦 对 我知道你们本身起跑总会是有一个群也是相当活跃 这些已经是有五百国人在里面 我们旗袍会现在有四个群 嗯 哦 好 那么紧接着关于我们奇之运 以及我们旗袍总会的一些相关的活动 请大家继续关注我们广告之后的精彩访谈 5月29号奥克兰Spark Arena KVB昆仑国际迈向20年精彩呈现 李宗盛新西兰独享音乐会 谢谢你们 一分一秒的青春 用一场盛宴套上我们的初心 新中传媒携手KVB昆仑国际 和你一起聆听李宗盛 新西兰百轮移民留学 23年老字号 百分之百免中介费申请留学 专业办理各类签证 移民申请 要留学找百轮 要移民找百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首家全国发行的中文报纸《中文时代》 登上飞机机舱了 新中传媒重磅打造 发行直击全纽 新西兰唯一与电台和网络互动的中文报纸 视觉与听觉从此交融互动 青春话互动强原创比重高 《中文时代》前所未有的媒体创新 《中文时代》开创新西兰中文媒体《新时代》 换汇赛东平分分好汇率款款有保障 有口接杯服务好 快速安全性意度极高 东平是助您安心就读和之夜纽西兰最佳的换汇选择 电话0800-366-474或六大分店 新中传媒轻力打造全新栏目 《我爱世界杯》 赛事信息精彩回放 比赛盘点比分预测 神秘大咖让您掌握世界杯赛场的实时动态 特约记者为您带来俄罗斯方面的独家资讯 新中传媒协旗下TV37 FM90.6 《中文时代》等全媒体平台 与您一起享受四年一次的足球狂欢 《我爱世界杯》 现成招广告冠名赞助商 09525 0101 09525 0101 Lets go 踏入五月天 成军二十年重要里程碑 乐坛天团第十代演唱会 重金打造 王者归来 由消失今后万方特产主办 五月天Live 2018演唱会 奥克兰战将于9月23号星期天举行 门票现已公开发售 详情请洽万方特产 093092488 3092488 或登陆3w.tktek.co.nz 法律是社会稳定的基础 法律也是公正的艺术 作为律师 我自信专业敬业 作为朋友 我愿贴近您的心声 我是律师 杰丽詹 094880056 5月29号 奥克兰斯巴克阿里纳 KVB昆仑国际 迈向二十年精彩呈现 李宗盛新西兰独享音乐会 用一场盛宴套上我们的初心 新中传媒携手KVB昆仑国际 和你一起聆听李宗盛 欢迎再次回到特约直播间 那跟Sabrina刚才我们有聊到 旗之浴艺术团 其实现在也是有很多我们喜欢旗袍 喜欢这个文艺活动的这个华裔的这个小孩啊 大朋友也一起来参与 那现在就是我想问一下Sabrina 如果想参与的朋友要怎么样来跟您联系呢 因为我呢 我们旗袍会呢 现在有四个大群 我都在里面 那么也可以从那个群里面加我 然后呢 也可以给我打电话 我的电话号码是 022-3151930 再说一遍 022-3151930 有时间 特别欢迎大家给我打电话 好的 相信观众朋友们都听到了 这个电话号码也记录好了 那日后话其实我觉得你们真的是小朋友们 想让他们从小接触到这种传统的这种文化 并且呢 能够在一个集体里面享受这种文艺表演 给我们带来的乐趣 可以跟我们旗之运艺术团的团长Sabrina来联系 是 好 那现在我也很想跟这次我们整个新西兰旗袍文化乐活动的一个 很主要的策划者 我们新西兰旗袍总会会长Wendy来聊聊天 好的 非常高兴 成了你们的老朋友了 是的 也非常感谢这个媒体对我们的支持 气泡会发展到今天 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人 各种各界人士对我们的支持 才会有今天的 所以在这里也借这个机会 借这个平台 向所有帮助过气泡会的人 表示一声感谢 其实这一次活动 我个人也是很荣幸能够参与到整个采访的活动 从我个人的感觉来说 整个活动的这个组织工作做得相当的严密 这不是一场自娱自乐的活动 因为我们导播也可以上一下就是我们一些相关的报道 因为整个这次新西兰旗袍的活动 我们看到从四月中旬 我们开始 四月 他们四月十一号 抵达奥克兰的 是的 是的 我们从四月份开始 其实我们也拍 在你们的一个现场里面 也拍了一些 这个采访的一些片段 其实我们导播也可以放出来 让我们的观众朋友们也感受一下 那么这次这个旗袍文化乐的活动 所以我们第一场的活动天空塔下面的这个旗袍画中人的快闪活动 以及一系列的跟旗袍有关的研讨会 对吧 研讨会拍摄画中人的拍摄活动 以及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画面呢 是在我们奥克兰的都会博物馆 举行的这个新西兰这个朗尼级风范大赛 新西兰的这个赛区的选拔赛 以及我们长卷杀青酒会的一个现场的片段 对 所以整个活动 我们是以旗袍为一个线 把它串联起来 准备的非常的好 那么 中间还有一个 还有我们副会长参选纽西兰太太的选举 对对对对 真的是把一系列这个活动 把它很巧妙的把它串联起来 整个这个组织的工作你们筹备的多长时间呢 我们从酝酿这件事情到实施也就一个多月的时间 一个多月的时间 对所以时间还是有点匆忙的 所以下次我们会做的更细更好 还有很多人并没有了解这个活动 很多人拍完以后跟我们说 他要拍 我说可能要等下一次了 也怪我们 就是那个宣传的那个力度还不够大 还有包括那个最后那个朗尼比赛 实际上还有很多人想参加 还是时间有点匆忙 就是准备的不够充分 但是我们 这半个多月来 我知道是有三百多位 三百多位 对吧 我们本地的 包括我们的华裔的女性 也有我们KIVI的 对 这个女性朋友 以及我们的小朋友们 男女老少 男女老少 参与到我们这个话中人的拍摄的活动 应该说这个也是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 而且你看这次的那个 去年的纽西连兰小姐的冠军亚军 都成为我们话中人 是 所以据说那种 还有主办人也成为了话中人 主办人 就是那种 那种话中人的魅力 感染着每一个人 是的 是的 话中人的魅力 以及我们旗袍的 独特的魅力 对 我们筹划这个文化乐的时候 就是这样设想的 就是说 有每个人都能参与的环节 也有大家欣赏的环节 就是说 让可以 因为我觉得我们旗袍会有个这样的责任 让大家了解旗袍文化 让大家知道什么是真正的旗袍文化 不是不是说穿上一个淘宝旗袍 就是就是了解旗袍的这个 这是我们的就是下一步还有更多的打算 以后会慢慢的一步一步的介绍出来 会让大家真正的领略旗袍文化的美 和精髓 很好很好 据我所知 其实他们现在也在锦楼秘谷的筹备着下一个 更大的一个活动 这个也请Wendy跟我们来介绍一下 这个就是我们的旗袍时装周 对 做完了每个人都参与的活动以后 我们这准备做一个就是说 更高大上一点的 就是把国内的一些比较顶级的旗袍设计师 专场秀 带到新西兰来 准备做一个首届旗袍时装周 当然这所有的细节和过程 都在筹备当中 如果以后等到我们有更具体的东西了 我们再来这个地方 跟大家分享一下 大概是什么时候呢 我们今年的时装周 初步设想是在七月底 初步设想是在七月底 七月底 刚好连着我们的年庆 我们旗袍会三周年了 三周年了 对我们想做一个不同的年轻 对 这个旗袍会我们就是打造不一样的社团 其实好就是在通过这次我个人参与这些活动过程中 我每次看到就是三位美女嘉宾以及我们的旗袍会的会员 他们每次穿出来旗袍特别好看 因为我也知道要做一身好的旗袍是很不容易的 因为旗袍是它有很多小细节 像我们中国很传统的这种盘扣 包括它要非常的贴身 所以其实你们这些旗袍比如说都是在新西兰做的还是 我们跟香带宫也有合作 香带宫是我们的合作单位 香带宫也是在中国很有名的一个旗袍品牌 号称现代旗袍第一人 那个创始人龚航宇 龚航宇女士 因为据我说这一次的 在Mrs.N的一个选举活动里面还有一个特别的环节 也是我们的模特穿上香带宫的这个公航与女士设计的旗袍有个走秀的活动 这也是当时在现场掀起的一个振振的掌声哈 所以我们旗袍总会其实是有专业的团体作为名的后援团队 为我们广大的这个爱美资源提供一些就是很专业的 比如说在旗袍的制作方面的一些指导 是的我们就是虽然是社团 但是我们需要更专业的人去指导我们穿旗袍 让我们就是在纽西兰的女性们穿着的旗袍跟别人不一样 那种就是那种那种自信 因为旗袍而自信 我觉得特别开心 因为旗袍而自信 它是一种情怀一种文化 所以做这个旗袍时装之后也是这个目的 就会引进更多的品牌 就让大家了解各种各种各样不同风格的旗袍的品牌 旗袍时装周即将在7月份在奥克兰举行 那么大家我们也拭目以待 还有就是其实现在旗袍总会在奥克兰里面 真的是发展非常的迅速 据我所知在微信群已经是有超过500多人 不止 我们现在有一个正式会员群 我们正式会员已经440多名了 还有两个交流群 交流群就是对旗袍有爱好 有兴趣爱好的 但是还没有决定成为我们会员人 所以那个已经有两个群 一个已经满员了 还有一个已经快400了 还有这次还有一个画中人的拍摄群 所以说旗袍会天天都在壮大 我们也挺开心的 我们付出这么多 总是有见到成绩了 都非常开心 那就是如果我们的观众朋友们 想加入到你们这个旗袍总会的区 你们要怎么来加入呢 我们任何旗袍会 因为已经有上千名会员了 所以说其实应该是基本上 每个人都有朋友会在这里面的 如果他没有兴趣的话 可以跟我们所有的理事联系 或者跟任何一个人联系 都可以知道那个信息 可以先加入我们的群 然后如果要加入正式会员的话 就跟我们的理事联系 刚才观众朋友们相信都已经听到了 要加入的话 其实跟我们现在的旗袍总会的 各位理事联系 我相信就是很容易就能成为他们的会员 通过这个群 因为我本身也是这个群里面的一个成员 在群里面每天有很多信息的交流 不单是旗袍也包括了生活的方方面面 包括他们总会的一些活动的相关的信息的发布 我想是一个非常活跃以及有用的一个群体 大家可以多多的关注 对我们新西兰旗袍总会是一个非盈利的机构 所以说所有的活动啊 都是靠大家的赞助啊支持啊 还有会员的那个资助来进行的 那其实就是说 下面也是因为 相信也是因为旗袍而接约好认识 其实你觉得这个旗袍给你们的生活带来了一些什么呢 或者说你真意不先聊一聊 其实呢 我之前是在学校做家长会会长 但是我本身是个cooking老师 其实有些人加旗袍会 我有个会员可有意思了 他说的 他说就因为想我们有个会员日是做包子 六十几个人一起做包子 他说就因为想学做包子 他加入了旗袍会 我说那也可以啊 那穿着旗袍做包子也挺开心的 我的意思就是说旗袍会不仅给你 就说穿着旗袍去各种演出 或者是各种那个就是塑形 就是表演 也给你很多的就说 怎么让你出的厅堂入的厨房 然后呢 还上了舞台 就是把我们那个就是现代的 在纽西兰的中华太太打造的 更完美更精彩 这是我们旗袍会 想要塑造的女性的形象 Sabrina 你觉得旗袍给你带来了些什么吗 是 一个是呢 让我明白这个旗袍 如果穿在身上以后 它不光是想去走秀 它也是一种内心和外在的一种 潜力的发挥 不过每次都是站在舞台上 或者站在哪都是一种优雅和美丽的绽放 所以这个对我来说呢 我觉得特别大的一个收获 不光是走秀 Wendy你觉得旗袍给你带来些什么呢 我们做旗袍会三年多了 这三年多虽然我们付出很多 各方面的付出很多 但实际上我们得到了更多 比如说这么多旗袍姐妹 这么多朋友 经常在很多小事上都会得到很多感动 你做一点 他们都看到很眼里都会很感谢你 所以说这也是我们做下去的动力 对旗袍总会会在未来的时间里 就是更侧重你 就是培养 对我们每个会员进行培训 我们的培训也是准备全方位的 包括我们副会长的那个美食 还有我们Sabrina的形体和舞蹈 还有各方面的 比如说红酒的品尝啊 还有包括什么古董的一种学习啊 这些我们都会慢慢的 都会加入到旗袍会的那个培训活动里 真的是 我相信观众听众朋友们 听了这一期的访谈以后 你们对于新西兰旗袍总会 对于旗之韵艺术团 以及旗袍又有了新的认识 那我想我们不妨都给自己定一个小目标 就在今年给自己添置一身旗袍 让我们都能够享受 旗袍给我们带来的独特之美 谢谢你们的收看 下期再会 Honey New Zealand公司旗下的麦鲁卡蜂蜜 天然独特 从新西兰本土风潮中取出 Honey New Zealand对每一道工序严格把关 从而确保每一滴蜂蜜的品质和纯度 将来自这片美丽土地的馈赠 带给您 长白云的故乡 在云之端 有一本杂志 Kiwi Style 祝您了解新西兰的风土人情 融入Kiwi本地生活 资讯 续文 生活指南 风尚动向 一本为所有新西兰华人设计的最有质感的杂志 无论您是新老移民还是学生游客 一本杂志在手 新西兰生活无忧 本地发行更是海南航空 天津航空指定的唯一机舱杂志 Kiwi Style 让你爱不释手 曼努卡Doctor 提取风草中的纯天然营养精华 通过大量科学研究和实验 独创高效的强化护肤配方 不同产品系列 针对不同肤质 曼努卡Doctor 用天然的美肤产品 有效滋养 强化和修复您的肌肤 新东传媒 轻力打造全新栏目 我爱世界杯 赛事信息精彩回放 比赛盘点比分预测 神秘大咖 让您掌握世界杯赛场的 实时动态 特约记者为您带来 俄罗斯方面的独家资讯 新中传媒 协旗下TV37 FM90.6 中文时代 等全媒体平台 与您一起享受 四年一次的足球狂欢 我爱世界杯 现成招广告冠名 赞助商 09525 0101 09525 0101 广告冠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用心美味的大餐 来表达我们对妈妈的爱满 在暖暖的阳光下 享受难得的亲密时光 有你 有我 You are social 奥克兰酒店 快捷集团老牌的换汇公司 长久的精力 可靠的信誉 快捷的速度 为您提供满意的汇率 优质的服务 没有华丽的磁嫂 没有浮夸的表白 只有安全 可靠 快捷 快捷换汇 快人一步 留学移民 为您服务 电话302-0018 302-0018 这里有新闻资讯 和您最关注的时事热点 这里有家常里短 和您身边的人生百态 新闻 布置一面 生活 所以精彩 招文天下 新视野 新感觉 招文天下 On Air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